《中原景》 這次來的日記我也寫了一些 主要還是寫每天 盡量能記住今天每天做了什麼 《肖像》不是這本書我主要要做的 我這次主要做的還是有一點景觀性質的 有一種中原景性質的 不是很近的 其實旅遊就是能夠讓你知道 過去你不太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你知道的事情 可能跟真正的事情不太一樣 所以這真的是旅遊的意義 我主要是想保持這個非常新鮮的第一眼的印象 因為如果僅憑照片我回去畫的話 會有很多陌生的東西 那麼我親自畫兩筆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像今天早上我畫了幾筆這個獅子 我通過畫幾筆以後我感覺我認識它了 要是不畫幾筆以後呢 我覺得這個獅子和別的獅子沒有什麼區別 所以這個畫的過程其實是認識它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本書的基本形式我想多多地利用攝影 我想多多地利用攝影 在攝影上進行圖改 因為自然界和城市裡的生活 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是這麼短的時間是繪畫達不到的 有這麼好的自然景觀 哪怕通過簡單的一個圖片 幾張隨彩畫 我能夠體會這片風景的一種遼闊 或者一種獨特的美 這個還有點讓我 讓我對風景有一種想表達的欲望 自然界的金字 工人被剪刀 一杯 要關於這次我 4月8月8月9月9日 它們已有 Bent 夢人被剪刀